五斤活螃蟹 闪送到家288块钱 在北京我觉得是剩下比很高的了 这块太小了 我今天简直就是翻车几锦的我跟你说 太阳探店在家吃饭 今天我们在家录一期 这不是马上11了吗 然后也好久没有拍这种推荐类的节目了 今天给你们拍一集 就是我们这一年 或者我们这两年吃了最多的一家螃蟹 而且它是有购买方法的 能让你吃到又好又鲜的螃蟹 那我们就拆开看一看 闪送过来的 肯定基本上就是活的了 我要的是海白虾 它怎么给我发的皮皮钱 五斤螃蟹 轻易不要动它们 而且你就觉得在北京 这种鲜活的螃蟹 多少钱一斤 一般你想的价格打在弹幕里头 五斤活螃蟹 闪送到家288块钱 在北京我觉得是生涯比很高的了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是有原因的 你看这所有的螃蟹 它全是残腿的 所以他们家就是把所有的残腿螃蟹 都挑出来买了 你知道吧 这个价钱要比买完整的 肯定是便宜很多的 今天咱们就蒸一半炒一半 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家最常吃的两种螃蟹做法 在北京的小伙伴啊 如果你们想买一下 加屏幕下方这个微信 不一定每天都有 而且价格不一定每次都是288 因为马上就过11了嘛 但11之前我估计会涨一点 然后呢 每天就看参加朋友圈 如果有的时候 第一时间买 每天量不大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啊 这螃蟹 然后处理的过程比较血腥 就不给你们看了 大概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做法就行了 先放点淀粉 这壳处理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边去了 拌一下 这螃蟹的冤魂 油太多了 刷了半天锅啊 然后有点凉了 对吧 现在就是烹饪过程 炫的地还丢人了 所以最小火煸这个蒜和姜 太多了 这流着生一点也没啥用 这就是我们家独门手艺了 放点黄油 一定要把蒜和姜都煸出香味了 但是火不要太大 火大了就糊了 然后把刚才炸过的螃蟹倒进去 这时候就是葱白扔进去 这时候就可以开大火了 然后就倒入半瓶 八十年的燕京 螃蟹多可以倒一瓶 但咱这螃蟹没那么多 咱这放了啥了呀 怎么都起磨呢今天 我也没用什么喜丽零啥的炸呀 蚝油可放可不放 糖是一定要放的 放一点点糖 这牌太小了 我今天简直就是翻车急紧 我跟你说 哇塞 是不是特别爽 早上炸 先给你们看看我这个 事故和故事不断的黄油蟹 这个葱姜黄油蟹 我闻起来就是淡淡的酒花的香味 淡淡的黄油的香味 葱和姜那不是没有啊 而且这种油炸过以后 这整个就是酥的直接嚼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剃 就是有点翻车啊 然后有等的小伙伴 可以指点一下 为什么这回油炸会起磨 从来没见过 筍纸原味蟹 再来个罗氏虾吧 有一说一样啊 他们家的罗氏虾 不算便宜 我只是想吃了 就顺路买了买 反正我觉得过十一嘛 家里头 总要聚会啊 庆祝啊 吃点好的买一买 罗氏虾肯定还是要蘸点料 但是皮皮虾什么海里的这种都无所谓 每个都给你们开一个 对吧 看看他们家这些东西质量 全都是满肉 其实刚才我偷吃了一个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吃到母的 都是工的 这个就不用占了 这个本身皮皮虾有钱了 为什么我给你推荐这个啊 就我也不收钱 我也不挣钱 我就觉得他们家这旁边真的很直 你知道吗 残机械 就是缺打腿 你本身你自己在家蒸螃蟹 也会缺打腿啊 所以缺打腿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影响 而且缺打腿 其实定不耽误你吃核心的部位 肉满高肥 反正我从他们家买这么多一螃蟹 从来都是满肉满黄 就没有碰到过特别水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推荐一下 288五斤 喝不到40块钱一斤 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我们已经吃完了啊 反正我觉得国庆节的时候家里聚会 买点螃蟹吃应该也不错 对吧 288 国庆节的时候多少钱不知道了啊 有没有也不知道 你们最好就是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去跟他联系一下 看看有没有 葱姜黄油蟹 我觉得味道也不错 但是跟纯蒸的螃蟹还是没法比 就是如果有兴趣 你们也可以坐来尝尝 如果没兴趣就直接蒸就行了 其实我觉得蒸呢 要按摄影小妹的话说 费这个劲干嘛 对吧 直接蒸蒸熟了吃就得了 对吧 你开这个红游戏 不是因为觉得大家喜欢看你翻车吗 我没有想到要翻车 对吧 这真不是我正常水平啊 不过贵在真实 对吧 该是面是人面 好赶紧您收看这一期天文店 我吃了 你吃了 这期视频不完啦 拜拜